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 受益于DRAM出货强劲增长,特别是的HBM需求的带动。 2024年前三季度,前五大晶圆制造设备厂商来自于记忆体领域的营收同比大涨38%, 成为了带动整个晶圆制造设备市场增长的关键动力。 具体来说,今年前三季度的晶圆制造设备市场的营收同比增长了3%, 其中近ASML出现了同比6%的下滑,相比之下范林集团同比增长了12%, 东京电子同比增长10%,客类KLA同比增长8%,应用材料同比增长了3%。 前五大晶圆制造设备供应商的整体服务收入同比增长了7%, 这有助于起净收入的增长。 由于三星第一代三奈米就已经从FinFET过渡到了GAAFET环绕炸架极电晶体, 随着台积电即将量产的2奈米,英特尔即将量产的Intel 18A也转向了GAAFET技术, 这也推动了相关先进晶圆制造设备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第三季度, 来自晶圆代工厂的晶圆制造设备收入环比增长了17%, 同比增长了12%, 这也有助于将2024年前三个季度来自晶圆代工厂的晶圆制造设备收入同比下下滑幅度限制在10%, 在此期间,来自记忆体晶片市场的晶圆制造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38%, 这主要得益于强劲的DRAM出货量, 尤其的HBM需求的增长。 然而, 与2024年第二季度相比, 2024年第三季度, 来自记忆体晶片市场的晶圆制造设备的收入增长为第一个位数百分比。 2024年前三季度, 全球前五大晶圆制造设备厂商来自中国市场的收入同比大涨了48%, 占竞系统销售额的42%, 而去年同期的占比为29%, 这一成长主要得益于成熟制程和记忆体相关设备的强劲需求。 不过, 与第二季度相比, 第三季度的环比增长率已经放缓, 仅为2%。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今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上半年的中国在半导体制造设备上的支出达到250亿美元, 超过了韩国、台湾和美国的总和。 展望2024全年, Counterpoint Research预计全球前五大晶圆制造设备厂商总营收将比2023年增长4%, 随着生成式AI和高效能运算应用推进, 将成为未来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再加上终端需求逐步回暖, 相关产业的投资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强。 预计到2025年, 全球晶圆制造设备市场有望实现仰卫数百分比成长, 主要来自于领先制成技术加速投资, 以及记忆体新产能的持续扩展。 Counterpoint Research资深分析师Ashforth Brown认为, 逻辑代工市场的技术转型和记忆体市场的复苏, 是驱动2024年晶圆制造设备市场成长的核心动力。 随着生成式AI和高效能运算应用的普及, 预期相关投资将在未来数年进一步提升全球晶圆制造设备市场的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种光景下, 不是所有国家都会从中受益, 德国政府花了一些时间才为英特尔位于马格德堡附近的Fib29 筹集到100亿欧元资金。 然而, 据报道, 既然该公司已决定将专案启动, 推迟到2029年至2030年, 这笔资金可能会回到联邦预算中。 英特尔位于马格德堡附近的专案, 原本将从气候与转型基金获得100亿欧元的政府大力支持, 其中39.6亿欧元的首期资金将于2024年使用。 然而, 英特尔出于财务原因推迟了建设, 并逐渐停止了其代工业务, 这些资金被搁置。 这一延迟, 危及德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雄心, 并引发了有关使用最初承诺, 用于支持英特尔投资的100亿欧元政府补贴的政治问题。 财政部长Christian Lindner主张重新分配资金, 认为这是对当前经济压力的财政审慎回应。 另一方面, 经济事务部长Robert Haubeck抵制了这一变化, 因为他的部门负责监管该基金, 并打算将其用于支持经济增长和气候倡议。 英特尔的推迟给该专案的未来带来了不确定性, 引发了人们对该专案是否会按计划进行或是否需要协商新条款的疑问。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的Alexander Skeers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鉴于英特尔目前的财务困境, 补贴资金重返马格德堡专案的可能性不超过50%。 如果英特尔决定继续推进, 政府可能需要从头开始重新协商补贴细节。 如果英特尔取消该专案, 那么如何使用最初计划用于工厂的土地就成了一个问题。 该地点是为这个特定设施量身客制化的, 可能很难迅速或有效地重新利用, 从而给区域发展计划带来潜在的挫折。 鉴于全球经济环境, 在未来几年, 英特尔和德国政府都可能越来越难以获得所需的资金, 并推进晶片工厂专案。 因此, 英特尔是否能按计划在2029年至2030年重返FAB-29专案, 还有待观察。 除了德国, 今年春天美国政府表示, 将向英特尔提供近200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 以促进该公司在美国的半导体晶片产量, 这是美国政府对尖端晶片生产的最大补贴。 当时宣布了一项初步协议, 将向英特尔在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工厂提供85亿美元的补贴和至多110亿美元的贷款, 其中一些资金将用于建设两家新工厂, 并对一家现有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 这项支出是晶片法案的一部分, 该法案旨在提供527亿美元的资金, 以提高美国半导体产量, 其中包括390亿美元的半导体生产补贴和110亿美元的研发补贴。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在10月下旬就曾通过纽约时报表示, 他对美国晶片法案感到沮丧, 因为拜登政府推迟了承诺的应急资金的发放, 双方都进行了重新谈判, 他想要传达的讯息就是完成它吧。 基辛格还称, 在公司最糟糕的财务时期, 拜登政府尚未发放承诺的85亿美元补贴资金。 除此之外, 英特尔还有望获得110亿美元的贷款和高达25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 但这项融资计划尚未通过, 这让英特尔陷入了困境, 尤其是在该公司经济状况恶化的时期, 有传言称, 该公司将把全部资产出售给ARM和高通等公司。 然而, 就在基辛格发完牢骚没多久, 据纽约时报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 美国政府依据晶片与科学法案对英特尔提供的补贴金额将从此前宣布的85亿美元降至80亿美元以下, 之所以减少补贴金额, 主要是考虑到英特尔已经获得了美国军方的35亿美元晶片制造合约。 虽然英特尔获得的直接补贴金额有所降低, 但是其仍将获得110亿美元联邦低息贷款和25%税收减免, 以支援其在亚利桑那州建设两座新的尖端罗际晶圆厂, 升级新墨西哥州的两座先进封装设施, 再建设两座领先的罗际晶圆厂, 在俄勒冈州投资美国领先的前沿技术开发中心。 然而, 由于深陷财务危机, 英特尔已经开始全球裁员15000人, 并暂停了德国晶圆厂的建设。 同时, 由于迟迟未能, 拿到美国晶片法案的补贴, 英特尔已延后部分俄亥俄州晶片投资计划, 目前改为10年内完成专案。 根据英特尔最新公布的三级报显示, 该季度营收133亿美元, 同比减少6%, 但高于市场平均预期的130.2亿美元, GAAP净亏损额达166.39亿美元, 但其第四财季的财测超出市场预期, 这似乎也意味着英特尔的削减成本策略开始奏效。 拜登政府一直担心英特尔履行投资承诺的能力, 美国商务部长Gina Vimondo甚至鼓励Google、 微软、亚马逊和苹果选择英特尔代工, 让英特尔在美国为他们的产品制造晶片, 并强调很需要这些科技巨头支持美国制造的晶片。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